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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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上星期卡路斯 已經報告了我們的面罩設計 和送出計劃 不知道大家覺得有否用 但實際上我們自己覺得 這件事是刻不入門 根據我這個星期 跟朋友的聊天對話 已經知道很多學校的老師 都可以在這裡動手做面罩 如果這一刻的你還覺得 戴著口罩出街就夠的話 你幫忙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節目 如果你真的覺得有用 都需要清楚知道怎樣 申請免費獲證 一套兩款的面罩配件 學會怎樣DIY安裝和配戴 所以記得看到最後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路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 有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鈴鐺 亦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路斯問題 老實說,要找個面罩回來 有多難 口罩就說缺貨 就是面罩出街買一個 幾十元買到的 就跟當初我們要想 用哪款口罩的道理一樣 為什麼用豬嘴呢? 就是因為貪它可以清洗 為什麼用溶噴布加面罩 就是貪它可以替換 面罩情況一樣 如果你想安全一點 你都會希望能夠清洗 能夠替換 甚至你可能好像醫護這樣想 用完即器 假如你真的這樣想的話 就千萬不要買了 DIY化算很多 好像上集這樣說 即使DIY 都有很多方法 選擇哪個方法 就要看你自己的DIY能力有多強 你都要看你手上有什麼配備和材料 最後就要看你 肯為這個DIY Project付出多少時間 因為如果你只是為自己 或者家人 做兩三個就沒所謂 但是如果你要像卡洛斯 為全校的員工一人做一個 那我就要挑選一些更快速的方法 首先就要大批地訂購材料 然後使用機器來預備材料 來省時間 還要切上最直接的生產程序 以方便我去大量生產 但是你們絕對不同 如果我要為你們想個方法去DIY 我就會站在你們的情況下切上 我要想想你們DIY動手的能力有多強 你們家裡總不會有激光設改機 是不是 但是是否可以用一些就收工具 好像剪刀、打孔機、戒刀去代替呢 最後連去哪裏買適用的材料 我都要幫你們想 不用擔心 經過我們團隊周到的設想 上次我都說了 我設定了三個條件 給我們兩位義工去設計 他們都不負所望 給出了很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定出的條件是這樣的 第一 我們用3D打印來打印主件 雖然3D打印很浪費時間 但由我們來做便免給你們很多麻煩 第二 我講過我們的設計 盡量少些用其他配片 所以我們的設計 要用的只不過是一塊普通的透明膠片 和一些橡筋繩 第三 我們要求我們的DIY程序要夠簡單 這個是重點 因為我們申請了回去 可能親自製作的 爸爸做一個 媽媽做一個 小朋友做一個 但是即使多簡單 我們都會有製作程序 供應給大家 既然是這樣 卡路斯在這裡 親自示範一次製作給你們看 掌聲鼓哩鼓哩 我聽說 無論你製作哪一款 這個A4的透明膠片 是不可少的 我昨天剛剛問他 買了100塊回來 我記得以前幾十塊就要100塊了 現在開天殺價 這樣100塊要100塊 你很快也要買 不買好像口罩一樣 又起價了 大家申請回來 就會收到兩款的配件 首先我們說一下 Hetta所設計的這款 大家看到會有兩件 一件是頭褲 一件是蓋子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慢慢解釋 這個頭褲的設計是有彈性的 可以配合不同的頭型 至於為什麼會有彈性呢 因為這三道地方是空心的 但是為了擋住 由上面飄過來的飛沫 我們先要加上這個蓋子 現在我們拿出一個一般家庭用的打孔機 我們除了底蓋 方面對位 這種打孔機 它兩個孔的距離 是8cm 我們拿一塊膠片過來 將這個邊 對著打孔機的邊 打兩個孔 接著另一邊 也是這樣打兩個孔 現在對著頭褲上面 凸出幾個小波子 就壓下去 你用一點膠片的彈力 用來勾進去 這樣就成型了 戴的時候 記得前面戴進去 這樣就不會弄你的頭髮 如果頭比較小的朋友 就可以在這兩個勾裡面 勾一條橡筋下去 甚至小朋友都會適合戴的 來到C Plus 陳先生 這款設計 我覺得很破除傳統 因為這個平衣 還有一本面罩 用頭褲的形狀 而是兩個小夾 打印的時間 特別快 但使用這款 在膠片上 就要先做一些剪裁 膠片怎樣剪裁 就要在邊位 量度30cm 把膠片放進去 然後把膠片放在一條30cm 兩邊都是這樣做的 用剪刀剪掉 用剪刀剪刀剪掉 由於打開機的距離是12mm 所以用兩量量度 把這個距離 在這裡放一個洞 剪掉後, 會發現這樣 不是水平的 不要緊, 要跟著這個洞去打洞 打完洞出來, 效果是這樣便成功 因為打搭的時候, 兩個洞是相對的 接下來, 把這個距離放進去 如果剪刀剪得對 如果剪刀剪得對 如果剪刀剪得對, 反過面 應該會對準 把這個距離抖出來的膠 扣緊 扣緊 扣緊, 脫出來也不容易 另一邊也是這樣做 如果想看剪刀剪刀, 大家可以在這裡剪一刀 兩邊就可以搭 兩邊就可以搭 你可以用膠紙貼著 最後, 要在這裡綁上橡筋 將來剪刀剪刀剪 понятно 然後一邊努刀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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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鋁 剪掉 這樣戴起來就更加安全 而且戴起來覺得髒又可以清洗 膠片用夠了又可以更換一塊新的 兩款設計都這麼別具心裁 大家一定很想擁有 非常簡單 大家只要在下面的資訊欄 就可以找到申請Google Form的連結 這次我們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請大家注意一下 申請人填了表格 是會免費獲得兩款面罩的設計各一個 假如之前大家沒有申請過卡洛斯的Mask Ring 而又想申請的話 為了省略大家重複申請的時間和運費 我們還可以讓你挑選一款Mask Ring 一起送出 此外申請之前我希望大家 都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留意卡洛斯的最新介紹 而我們希望將這個機會 先給予工作上有需要使用面罩的人士 除了順風到府之外 我們還安排了五個取貨點 這個舉動都是為了讓大家省去一些運費 而為了通知大家去哪裡取貨 我們還希望大家加入一個TG群 Telegram就是一個跨平台的即時通訊軟體 它同時提供手機版 電腦版和網頁版 大家只要安裝了Telegram 進入了這個群 就可以不需要互通自己的電話號碼 這些私人 而又可以得知消息 由於之前千多人申請的Mask Ring 也都曾經遇過重複申請 放棄申請等等情況 更嚴重的是有人拿我們的設計去賣錢 按此填好表格遞交之前 希望大家看一看這個報名須知 而且承諾遵守規則 避免以後有爭議 我們定出這麼多規則 都是想保障所有人 包括申請了的各位 以及我們龍虎公高的各個義工 相信大家都不會希望 有些人一次又一次申請 去阻慢我們申請的進度 更加不會希望我們辛辛苦苦設計 打印和送出去的件 留在順豐的倉庫底 沒有人拿的 而最重要是我們真想 我們願意想出來幫人的設計 會被人放在市場裡販賣 而在疫情期間 賺取不宜之財 需要的朋友還在等什麼 快快出去煙荒巴填表 給我們團隊一個肯定和支持 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 不要忘記加like和評語